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家队教学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樊振东正手连续拉球技术 樊振东的爆发力非常的好,可以说是板板倒肉 从他的反手技术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手指手腕的爆发力特别好 整个身体的协调配合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正手连续拉球的时候,腰腿和上肢的配合非常的协调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动作很舒展 今天我们在观看慢动作的时候 大家注意观察樊振东的腰腿到底是如何在发力的 从慢镜头当中我们可以去观察他肌肉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动作结构 可以看到樊振东在引拍的时候 手臂跟随腰宽向右侧后方进行引拍 差不多引拍到右大腿的后方 几乎到了右臀部的后面 引拍的幅度还是较大的 因为樊振东的整体的发力非常的充分 那业余球友呢可能没有必要说引拍那么靠后 因为是在连续快拉,是上悬球的技术 一般业余球友可能引拍到我们的右腿的后方就可以了 在这个引拍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去观察樊振东手臂的调节 那其实很多人拉球的时候手臂是过于僵硬的 在引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樊振东的前臂是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引拍向后打开的过程当中 球拍有一个自然的向后展开的动作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球拍向后转动打开 而此时的手腕呢是处于一个放松外展的状态 在机球的过程当中手臂跟随腰宽转动进行快速的向前收拢 在机球的过程当中前臂手腕进行快速的自动 从而大大的提高了机球的爆发力 这也正是专业运动员和业余球友的区别所在 只有在引拍的过程当中将整个手臂和肌肉放松了 才能保证在机球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进行自动发力 在挥拍发力的过程当中要充分的利用腰宽去带动我们的上肢发力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拉球的过程当中大臂也是向上前方进行运动的 这个大臂的挥动它是一个惯性的过程 而不是像有些业余球友完全是用大臂去发力 前臂将死的 那么拉出来的球就没有什么质量 大臂肯定是要辅助进行发力的 我们可以看到机球过后 樊正东的大臂向上前方抬起是很多的 这样才能保证向上前方的发力足够充分 机球过后动作也没有说甩的特别大 差不多就在头顶的上方就收住了 这样才能保证后面的球能够快速还原 再来观察一下脚下重心的变化 在引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左膝盖弯曲的程度是比较大的 引拍完成以后整个身体的重心是压在了右腿上 在机球的过程当中重心从右脚向身体的左前方进行转移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脚下的发力过程当中 右脚并没有进行大幅度的蹬转而是更多的利用了腰宽的转动 而身体的重心也没有说机球过后完全的压到了左脚上 而是把重心转移转正过来 差不多重心回到身体的正中间 因为是在连续快拉过程当中 如果说整个重心的转移幅度过大 可能会影响动作的还原 腿部的发力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并没有说进行大幅度的脚掌的蹬转 而更多的是用的小腿和胯部向前顶的这么一个力量 金牌教练李笋曾经说过 这手拉球的时候没有必要大幅度的进行转腰 而要学会去顶跨发力 确实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 转腰并不是唯一的发力方式 而真正的发力核心在于领宽领腰 转腰的幅度过大确实容易造成运动员受伤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专业运动员 其实减少了转腰的幅度 而加大了肌肉的这种爆发力 那么从动作外形来看的话 确实就好像在顶胯顶宽一样 但其实腰部还是需要去转动发力的 而是说要更好地把这个力量 蓄伦到我们的上肢力量上去 从慢镜头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凡针中的腿部的肌肉发力是很充分的 整个肌肉的发力变化 是由松到绷紧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好像弹簧一样的 只有把内部的能量释放出来 才能真正的提高我们基球的质量 那么各位业余球友在平时练习 腰宽腰胯的辅助发力的时候呢 可以找一个圆的这种转椅坐下来 然后双脚落地去体会腰宽转动的时候 下肢膝盖还有腿部的这种协调的配合 去感受腿部的这种领顶转的感觉 再注意观察一下樊正东脚掌的调节 在拉球的过程当中呢 双脚并不是说完全站死的 也没有说大幅度的去转动 但是时刻的要进行脚掌的调整 因为来球的落点并不是完全固定的 如果说是在不定点拉球的时候呢 就要经常的利用小的睡部和垫部 来调整身体的位置 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重心的转换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各位球友有想要学习的 哪位球星的技术 也可以在视频的底部留言告诉我们 有任何乒乓球技术问题 也欢迎在视频底部进行留言提问 我将会一一进行解答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欢迎大家动动小手转发并收藏 关注我们的媒体号以后呢 有新的视频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